節目一開始 先來關心 前行政醫院 倒營臺 今天公布新內閣的第四分的名單 北客人接環境部長 何博山接路等部 去台灣做外交部長 如果客委會主委是高受費 完美會主委是暫地用 如果說到求討錢的議題 北客人是表面支持 另外路健保的部分 何博山強調路保是不可能的倒 去台灣說的最辦法 讓健保影響 從行政醫院倒營臺 拒絕公布第四分的新內閣人數 後來輔助團隊進行 對路性國外相救的質疑 前幾天的宣布當中 有人會從計算比例 說女性比較少 至少今天我們在趕進度 持續努力朝向這個目標 在新內閣名單裡面 做外星超過30黨 不算台大團隊在內救治 在當新南島協助救賽 去台灣將會等待維護部長 環境部長由登記關心 氣候變遷跟豪災機隊 氣象增加PK民接 入行國外立主 路動部 不參加 農軍港軍 上社會運動的 合佩山接路動部長 氣候變遷會主委一樣是流行 由當年導致進來 提到相關公共事部的高收費站 國民會主委是因為 平東三個門向百萬座人類 暫地用錢 我們收碳費不是從企業 肥額上面拔毛 是為了要減碳來做一個目的 碳定價的路徑圖 讓大家覺得減碳是必須的 是必要的 不是負擔是轉型 環境擁有這麼重要的 負責責任 平民表示支持 如果路健保要怎麼擁有 河北三強調 只要政府要在這裡 路保不可能 去台灣表示 會各方面封求經費幫助健保 我們多方來尋求一個益助 來把健保容器 都能提供到 內國的民主案子的宿舍適用 繼續努力調校 有一個目標向前行 如果國安民主部局要不公布 我給伊安密切在這裡注意 記者綜合部都